Octopass Traveller 5月份最新介绍影片曝光,登场主角学者神官最新情报公开。 由日本Square Enix预定于2018年7月13日在Nintendo Switch主机上发售推出,并价6800日元的这款新作RPG Octopath Traveller 官方特地公开最新5月介绍影片,并在影片中公开本作8名主角其中两名学者神官的最新情报要给玩家们知道。 本作为一款游人戏,RPG Bravely Default用其末世路团队全新打造,让玩家们从剑市、五年、商人、盗贼、钥匙、猎人、学者、神官等八名主角中任选其一来进行冒险的新作。 RPG,游戏除了将会采用独特HDRD点刃风格打造怀旧世界观画面演出外,八名主角都有各自不同的旅行目的与背景,所拥有的承认技能与战斗特征也都各自不同,透过不同主角的剧情,带领玩家展开一场高自由度的怀旧冒险。 而在这次介绍里,官方特地公开本作八名主角的最后两人学者神官的最新情报,让玩家们能对八名主角有更进一步的认识, 让玩家们可以在游戏推出后,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角色来进行故事体验。 学者萨莱斯·欧尔布莱特 在位于封城平原夫拉特兰德的王密学院工作的三十岁男性学者,虽然因为面容端症而受到学校学生们的热烈爱慕,但喜欢的却是书本与谜题而已。 以得到新知识方为无上乐趣为准则的他,某天意外注意到书库里有一本书竟然消失不见。 在游戏中,身为学者的萨莱斯所拥有的原野技能为探寻,探,能够从村民那里获得各种情报,即使看到人们平常不为人知的意外一面,或是得到对冒险有关的情报,更是揭开某些事件真相不可或缺的重要技能。 而在战斗中,萨莱斯可以使用火、冰、雷三属性的魔法攻击,还能使用强力全体攻击扫荡敌人,配合敌人弱点属性,将是战斗中最强大的攻击伤害输出者。 神官欧菲利亚克莱门德 在中年积雪不断的弗洛斯特兰德,一旁的圣火教会担任神官的。 20. 岁女性 随著 20. 年一度的赤年凤火仪式即将展开,欧菲利亚好友尖姊妹的某人与欧菲利亚一起被选上这次的重任。 圣火将会导引你们的旅程,就这样,欧菲利亚两人即将踏上这场试炼的旅程。 在游戏中,欧菲利亚的原野技能为导演,导欧,能几次让其他人与自己一起同行,例如让迷路的孩子与自己一起同行,几次来引导对方回到母亲身边,解决人们的烦恼,而神官的战斗技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